大家好,我是宝妹 我是阿波 这是我们的重播时间 所以我们乡亲 一定要给 有任何疑问 就是靠我们阿波的定位 好了,来,节目就开始 欢迎我们乡亲 多加利用我们现场扣运专线 不过阿波老师 你刚才没跟我们穿什么进行 你可能不知道 有点小小的插曲 老实说有时候觉得 人真的是一个惯性的 惯性的一个动物 不管是人或者是动物 动物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动物也是一样 你如果仔细去给他观察 他们也很习惯 因为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 我很习惯的就跟听众朋友 先说几句话 一方面看老师有什么 一方面看老师 在LINE也没有说出什么 为什么不能连线的原因呢 结果呢 我很自然而然的 把我早上的那套锁子 用到下午 不用背 很早年 我一点都没感觉 后来发现 不对,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不是在去的时间 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 有时但是做久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呢就是 像人说说 SOP流程 就是这个样子来进行 好了 但是我们的节目是 因为每一天 我们天生民有所面对的 都是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呢 你不欢迎说 有一定的相同程序 做其他的节目呢 或许会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下午节目 尤其是我们农业的部分 老师 他说他的这个大气龟 大胡瓜 就是他的大胡瓜呢 在那种的部分呢 当然他现在是发财了 要发财了呢 他说 油浸油瓶已经种四点增了 在这个浴室的时候呢 像说 他在育苗 有加这个菌跟菌 因为六号 有好核呢 稍微染到 那如果说小油 用伊德利五千杯 跟油米索一千杯 是不是应该 包括现在 又是油材了 如果如果是跟 BM菌的时候 是不是等 在那种的时候 这还跟農林菌 到底下去管来使用 嗯 这整个过程 听起来 非常的一个 这个 应该说 非常好使 所以 因为你知道有浸 这其实 啊 用这个玉米树 这种子的 这个催崖处理 这是一个 非常 简单的一个方式 说你 但是 说简单 比如说你用机器播种 机器播种 它就是要搭的 你就没办法 你做这种的 一个方法 不然 就说 稍微浸一下 稍微浸一下 然后呢 这个发芽室 会稍微整齐一点点 因为他在这个时间 在浸浸的时候 就是你大量吸收水分 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是要天然的这个 这种玉米树 你如果是说用人工合成 其实你跟他泡 泡在那里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因为你泡在那里 它也会吸收 那种东西是 这个不太会去吸收的 所以这 这种草变的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部门的 我们好朋友可以 知道一下 就是说 现在浸我们标准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知道它浸 浸下去的时候 我在点浸 点浸看你是要 比如说你敲这个菌根菌 敲菌根菌是敲在保床堂里面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有时候在敲 没说太好敲 因为那个 两个体量差很大 一个是这个八十里大 一个一公斤 这样敲没好敲 我们好朋友 通常是说 把搬下开 这个菌根菌 搬下开 这个用散的 散散的 再把它搬一搬 跟散散的 这个军军大概是用这样下去敲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用在这个投用里面 用在投用 这个用在骨子 血盘里面 血盘已经用起来 血盘里面 血盘里面 现在来 把这个菌根菌 给它三大管理 三大管理 这种方式其实很不错 就是说 当时它比较好控制 当然敲的 它均匀 所以这个好哥 应该是 相当的一个好事 所以这大致上 是这种情形 所以你可以 知道这种 你现在静下来 你也可以用 荣林菌 跟这个 比较菌 稍微灌一下 其实它知道 如果是出来了 你就可以灌一种 这个比较菌 因为那时候在用 那时候在用的量 很少 我们在用的效果上 这个特别会好一点点 所以大致上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来给他 这个 知道 所以 因为这些东西 和我们在用 这个效果 没有太大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 部分来说 我们大致上 可以稍微了解到 就是它没有很大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 我们在用的 这些药 我们在用的这些药 对于我们所用的这个困 都没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们有做过这个事件 所以有的 会特别跟你说 不能用荣耀 那是怎样的 对于自己的困 并没有做过 这种 这个 对质培养 我们在说的 这个对质培养 就是 我在这个 培养机 培养机 我有用这个農油 这个市民上 几倍 我们把農油 放在那个 培养机 然后把我们的困 接上去 接在那个培养机 四十八点 以后 看他 那个困 是在睡 或者是 农业也存在 这个东西 继续存在 所以 我们这些都有去 这种 这种的结界 做法 所以这事实上 起来 就还蛮安全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 这样来 做操作 所以我们这种 结界做法 应该是 没有什么样的 结界问题 我们 听听说 朋友说 就是 在那期的 这个时刻 如果是 夷用这段 就是 不是说 夷用这段 做得更加均衡 这样 就是说 只要我们 是在那期的时候 做得更加均衡 我相信 应该 就是 在这个 可以有 更好的 效果 就是说 在我们的 財败管理 里面 会 极臨 是在那里面 所以 这大概是 这种 做法 所以 提供 给你 稍微做个 参考 就是说 那是可以 尽量 可以 成功 在那时 做到 港股担保 这是我们 要去 做的 这个 要点 大致上 是这样的 整形 提供 好 特别 稍微了解一下 好 来 继续来看 这是我们 Majika 581 581 他要问 阿宝老师 有关 金贵 阿兴 他的品质是 阿兴 的品质 他说 他的这个 效果 是这种 整形 他有副图片 他想问 青岗 是热障碍 或者是 刺毛 气味 危害 或者是 有白痘的 这个问题 嗯 这个 看起来 夏威业 夏威业 这个部分 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 是不是 有去 啊 一些 这些 因为 夜员 夜员 还是 稍微 操作 这通常 我们 不会直接去 怀疑 说 是不是 啊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的 问题 当初 我们在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们都会 评论 是不是 有 这个 病害 最主要是 这个病害 这个问题 太严重 所以 在这段时间 我们当初 在推断的时候 可能都会 因为这个 病害的 这个问题 先 首先 来解释 科联 其实 这个 在 下方的 红的 这个部分 来说呢 这个最主要 老红的 红的 可能就是 陆菌病 如果是疫病 做得起来 但是 你一定要先 生日 就是说 这个部分 如果是可以 一些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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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 做起来 做掉的 这个 这还行 做掉的 这好像算有 降伏了 所以 如果是说 把他做掉的 这个部分 来说 你会 稍微加掉 这是有 他的 这个 这个好处 就是说 比较冷 因为 这段 实际是太淡 所以 这个部分 来说 应该是 有些人 是缺费 缺费也有 这可能是 但是 那可能是 这个 淡素 淡素 因为 会比较好 就算是 这个 淡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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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 但是 在台湾 要出现的 淡肥 不夠 这个经行 就更困难 所以 你一定要了解到 在台湾 要没肥 这个经行 这个机会 很小 老实说 真的很小 因为你已经是真的 很散 很久都不可以 去浴肥 或许 有一点点 可能性 不过来说 在台湾 要看到没肥 这个经行 很困难 所以 会比较好 我们第一个要去 考虑 就是这个 吐水 是不是 因为去吐到水 水分 感到多 还是怎样 这个 要先来 给这个 注意 还是说 这个 部分 来说 可以让我们 好朋友 先来 知道 这样 大概 我们看得到 这个经行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是七月 七月 这段 地匯 在温室 地区 不然 那般 如果是红丝株 如果是红丝株比较严重 尤其是红丝株 如果是红丝株比较严重 你可以用这个鸩丝株 这种东西 七月 是 因为 七月是刺激式口气 他对这种吃的东西 他比较不特殊的需求 他需要植物的汁意 所以 如果鸩株要来放在这个就比较不好 这个 红丝株 他就用 他当时 在外面的一个 用吃的 用生的就对了 跟这个苍蝇 像类似 这种东西 我们用鸩株比较好 因为他的鸩也很好吃 一直吃 他就忘记去危害植物的这个 这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是这样 所以 我们七月 如果是用鸩株 要来处理 就比较不普遍 所以 这个大致上可以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大概我们 使用的这个方式是这样 就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 遇到这个武器的时候 我们很多都跟 提前朋友说 有很多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判断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判断 它到底因为 我们在败过程来 会去遇到的这个问题 通常就是病害 虫害 再来就是这个肥料的这个问题 太多 太多 还是怎样 这都有一个可能性 太多 太多 这都有一个可能性 所以肥料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说的一个生长 有一个生理障碍 肥料 如果是超过不够 这种 如果不够的这种情形 还是有的在缺 都会有不同的 一个都不一样的 一种 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 为这个地方 就是说统合上来说 刚才说的就是病害虫害 一个肥肥管理 肥料的这个情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天气 天气的 最主要 最主要的这个天气 就是说 是不是太阳 太暖 太大 太淡 大概这个是环境的障碍 所以 在这个环境里面 大概我们去遇到的 有这四种情形 这四种情形 尤其肥料和環境都是相伴发生 这个環境和平海有相伴发生 環境和这个海棠有相伴发生 所以 我们在行林在做这个田间诊断 我们这种叫做快速诊断 这没去减厌的 评论 他做这个快速检验 是快速 我们在做一种 快速评断 就说我是一个快速诊断 要去诊断 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把这几个条件 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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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作物生理障碍 比较这个问题 環境的一个问题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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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就是这个问题 这部分 可以让合并永远来注意一下 所以 这些德首是这种 你为这几个方向 来 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会比较准 所以 他的困难也是困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很多人说 哇 这植物医生 植物医生其实 我感觉很好的 我们如果是有这种植物医生 这很好 但是植物医生 这和在看人不一样 看人也要有一个是 那种叫做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一个叫做家医科 这家庭医学科 对吧 家医科 这就是说 医生给你看看 你大概这个应该是什么病 但是因为他这个病 不是很专业的 可能的建议 你是不是去找什么人 去找什么人 找到一颗 还是怎样 这个德首是 我们是可以说 用这种方式 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 这个在 我们在做快速诊断 其实就是我们 从我们自己做家庭医师的 那个医生 同样 但是 有这个困难 就困难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是怎么说 因为这确实是要很多的经验 但是 有 这个 十几年来 其实应该是快20年了 这时间其实在过真的很快 在将近20年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考虑这些东西 这是让我们好朋友一个小小的 这个了解 当然 有时候就是说 第一个我都会为困境 环境 这陣子我们是什么样的环境 他容易到什么病 这是第一个 我们就先去做了解 当然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得手 我们在做诊断 就是为这个地方 来给他做一个 这个初步的判断 这样起来 就不容易出错 并说这陣子就好 对吧 如果他就好 如果他就好 他 说三星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 我们很快就知道 所以 我们在这个诊断的时候 就很容易 为他这个地方 来给他下手 这样起来 这个正确度会很高 比方说 看得到 他的这个页臂 可能是没肥 是 是可能是没有肥 是 是可能是没有肥 但是 他怎么没肥 可能是没有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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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时候是我们 另外一个 我们要去 去熟客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了解到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的 诊断是怎么办 你没有肥 就好 你就说没有肥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要去应对 可能是想要打 砸到水 因为金贵 虽然说 稍微有点 但是 基本上来说 它算在砸水的部分 所有的贵都是同样 就只有好一点点 跟差一点点的一个 差变而已 是这上 都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困难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有时候 在这里要和朋友了解 大概我们应用的时候 在判断 做一个迅速的诊断 尽量就是说 为这个环境的一个部分 先来给它这个了解 这个起来的效果 也会更好 因为 作品 这个环境对它的影响 实在是很大 所以这是我给你一个 小小的一个建议 当然 有的人说 那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来 并说 它这陣子是正常的环境 正常的环境里面 也许有没有行得到 也没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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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我们就知道 这个环境的因素 我们就拜登其中一部分 掉到去 是不是 那如果说 拜登其中一部分 就从平和火 和池塗 人物 通常是 欸沒有問題 那就剩下病害跟蟲害 那如果是這樣在判斷就比較快 因為你會看到病斑 如果是蟲 你會看到蟲的一個蟲的足跡 它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那一定看得到 因為它看得到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叫做粗絲保健 一站一站把這個問題拿到 真的接近到政府行動所面臨的困難 一個真正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到這個問題 有時候在這個病害裡面說 我們沒辦法把這個 很完全把這些東西給排除掉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因為我們沒辦法 我們全有辦法把他排除掉的時候 在我們的範圍裡面 我們最好就是用這種 我們通常用一個方法 叫散彈打麻雀 刷刷出膠 有可能是什麼病 把這個範圍縮得比較小 其實我們用的藥 並說我實在是 沒辦法直接就看出來說 它是痕痕還是這個藥 當然如果比較嚴重就看得出來 如果沒有很嚴重 我們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很容易看得出來 如果是這樣來說 我們就有辦法把這個藥 把這個藥去用到一樣的 這個算是一樣的藥 我們可以用這項也可以用這項 就是說它要有多效的這個東西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有辦法把它包到 就有辦法看看 我們就知道這個效果上應該就收出來 所以財政上的部分是都用這種的解決方釋 來做出力 所以這也是 雖然是回答我們聽眾朋友的解決問題 但是這一邊也把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跟他們說到我們在這種判斷的這個原則 我是希望說我們提前朋友在賀 真的在賀 我們在賀的是要賀這種東西 就是說我們先他了解到 大概他的一個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個人的一個建議 希望說我們提前朋友 如果在這方面 我們剛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大致上的用這樣一個方式 來改這應該就是排阻滑 這應該就是排阻滑 這應該就是排阻滑 比較容易去接近到這個 熟悉的一個這個 這個真相安的 這有的說用藥 我們這樣藥 就也蠻科學的一個查測 一個科學的這個查測 一個科學的這個這個 這個藥 一個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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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是要不 喂 訊息不好嗎 喂 老師 我 給你一起來 這個 有這個經驗 但是你這個邏輯 你如果在立體的時候 在進步速度很快 你可能 你每天都在看的時候 但是阿波就沒那麼來 我 我總共看的這個時間 也對 對你對不到 對不對 但是可能在這個 因為我是 原理的 我這個 優管治病 還是說 這個 生理障礙 還是支付營養的這個基礎 比較好 所以我的資料庫會比較大 但是你如果看這個 你的資料庫就很多 所以 但是我們後面會變成磚 在某一種的一個 作物裡面的磚 我比較多 我必須一個看 很多這個東西 一個 我都會去看 了解 但是可能變得比較看 我的臟 看起來會還不錯的 還蠻寬 我就知道 這個大概是 什麼樣的結業 這個又有所長 但是我們如何進步 我就跟我們聽眾朋友說 你如果是可以照這種方針 慢慢的去理解他 還是怎樣 這個效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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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容易 把這個問題很接近 很接近問題的核心 我們有時候去接近 這個問題中心的時候 你解決問題這個速度就很快 要怎麼可以 讓人很快去接近 這個一定要考慮 天氣 像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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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容易發生的事情 大概是什麼 所以是怎麼在 這個 我們一直有 污漬的時候 一直去幫你留這些 疫病 碳區病 路菌病 為什麼要去留這些 其實我就是要給你 建立你的 資料庫 就是說 污漬的時候 就是熱人 就是這幾種病 如果污漬是什麼病 炎疫病 這個 肥霉病 比較大傷 白粉病 大概是這個部分 你就有辦法 建立一個資料庫 很快你就知道 這個 漏漏是怎樣 我們之前 為了要說道股 所以說 這個 北風吹的路肯 白粉肥 南風頭的路肯 其實就是要去把你強調 這個環境和平衡 中間的一個關係 這種 因為我們很多好朋友 不是特製本行 不是特製本行 我們就不會做事 不是這樣 就是說 但是你的資料庫比較少 有時候遇到問題 你會比較緊張 但是如果我們節目在聽 你可以去抓到 我們跟你說的一個要點 當然解決的這個問題 其實問題要找到比較困難 要問那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聽眾朋友 要發出問題 這是第一個困難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困難 就是說你發出問題 之後 他會真的去找這個問題 原因是什麼樣 這是第二個困難 第三個就沒有困難 第三個 要去解決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 用油 什麼樣 就變成我們一個 很容易去做出力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度數是這樣的情形 這讓你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像我們 這位 這位 這位好朋友 說這個 甚至於即時回應 說這個回町管有疫病 這個疫病就是我們台語在說的 這個水凶 但是 是水凶 還是不是水凶 有時候就是變成 我們很難去 很難去判斷 但是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這個疫病 這個機會相當的大 因為這種天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用油 因為我們就用這個疫病的油 因為本來掌心就要用 但是疫病的這個油 就是在用的時候 尤其和陸菌病一樣 就是加一點點的統計 統計因為我們接在用 武器我們接在用 那個農土可以鎗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如果這樣起來了 我們就能把很多 培海控制條例 這大概是我們的 一個小小的經驗 一個分享 就是說照著我們好朋友 這個問題 我們的探討 到底是這個 肥胸 到底是沒有肥 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們是怎麼去 去 什麼樣的邏輯推演 去做這些工作 這樣 這讓我們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這個大概 我們提供給你的 一個 一個 處理方式 然後 做參加 當然 我們提供給你 每天在忙 這個東西 可能會比較適合 但是 我這樣跟你說 你會知道 什麼是有可能 什麼是不可能 什麼的機會最大 我們的用藥 才有辦法真正做到 安全用藥 不然 只要說安全用藥 安全 不要做浪藥 很多人說 浪藥不要做 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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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只有做身體健康 所以 有時候 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唱高調 我是覺得 我們做身體 不能對人 無地放食 這個 文字其有 聽到什麼 在說什麼 我們可以 比較實質 比較實質 這個追求 農產品的安全用藥 是我們最大的 這個目標 沒錯 但是最重要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要得到 農產品的安全用 因為我們還要收益 有的人說 你們都認賃 我就是認賃 我才會來做實質 你不認賃 不認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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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而已 補助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人人在做的時候 就不要去介意 只要我們是合法用藥 這點很重要 合法用藥 這 如果說去用 阿砂布魯的 沒有必要的 甚至金 要放在那裡 叫做獨好 但是你如果因為這種 擴大使用範圍 出錯 這也不好 都覺得獨好 反正這種藥本來就很安全 用的又會怎樣 我個人是說 那是我們農藥管理制度的這個問題 我們在這裡走 就不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只要我們是說法 可以達到這個安全的用藥 但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安全用藥 有一點可笑 這個也沒有辦法 全世界都是一路對這些農藥 也是都在摸索 探索的這個過程 但是在這裡就是自己說的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透過這種 去接近問題的核心 其實 用藥的藥 藥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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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的藥藥 藥的藥藥 甚至藥藥還沒有辦法處理好 我們複雜的藥藥 是要把藥藥控制掉 複雜的藥藥 可以減少農藥的用量 要怎麼減少農藥的用量 就是不要盲目的使用農藥 要不要盲目的使用農藥就是要 有這種田間診斷的經驗 這樣 這個經驗 要怎麼樣 要怎麼把這個綠藥 就是要有這幾個原則 你要這樣做 你綠藥的速度很快 你每次剛才的問題的時候 都想為這樣想和想一遍 像我們留學的時候 跟你說要這個123123 現在很多好朋友說 這個這樣很容易記住 就是要讓你很容易記得 它的先後的節節 持續是怎樣 我們在做病害診斷 也有這種節節持續 所以讓你先了解一下 好 來 6338601 6338六控疫 這是我們現場的扣印專線 歡迎我們鄉親多家利用 我清楚沒有了解問題 就是在下午的時間 跟我們現場的扣印專線 繼續看一個人親情的問題 人親情要問他的番茄 因為這是種海拔比較高的地方 來 老師你看一下他的那個圖片 他說 在那邊的番茄圓還好好的 但是在那中島 又開始要死哪海了 我要退退 當然我也很想跟他說 你熱難道我就不熱嗎 你可以吹冷氣 我在溫室裡面 我連吹頭上去都不行 這有可能是我們的番茄 想要跟我們的農友說的一句話 你回去吹冷氣 我在這裡當然也是 很冷氣 所以我就吹一吹的 來 老師你看他這樣子 應該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這個情形看起來 當然我們各位好朋友 因為這個 在根的一個地方 有一張這個商品 看起來是有 因為這個好像是假接苗 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們平台 如果有人沒辦法種 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這個青苦病 這個青苦病 因為青苦病 我們現在是用假接苗 去做這個處理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個青苦的問題 但是青苦 既然是煉下去之後 你一定要去判斷看看 因為 他如果是煉下去 有辦法回到這種通常 不是青苦病 青苦病 你煉就是一直持續性 就是反正 他很快就下去了 就不會回來 你如果說稍微煉 我們要稍微煉 再煉下去 再煉下去 兩三天 這要還有救 這通常是這個水分含量比較高 尤其你注意看 如果是 青苦病 如果是要到成功的時候 我們那個 甘米的長頭 這個地方 就是說 長頭那裡有些 不定根根根原體的產生 這樣 從幾顆 一顆一顆 從要補金 還補不出來 正經補不出來 這個部分 就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 如果是不出來的這種 可能就是這個青苦病 我們聽眾朋友 看不出來是青苦病 所以 土壤性的一個 土壤性的一個 這個病害 土壤性的一個 這個病害 所以 為什麼叫做土壤性病 因為這應該 可能是 雨水 漏候的關係 所以土壤裡面 這個鹹水量很大 所以它是一種 這個 可能那種 比較黏 那種 這個應該是佐水溪 我在猜測 不知道對不對 應該是佐水溪上游 兩岸的 這種 這個葉檐 葉檐檐 這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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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比較黏 雖然是 這個 裡面 但是它比較黏 它比較黏 它有一點黏性 所以 它有刷 所以這種 黏眼 這種 所以這個 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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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容易 因為 黏黏 它就不透氣 所以這應該是 這個不透氣 來改這個陰氣 所以這個你要稍微 注意一下 一般就是說 在 地方先做一個處理 並說 根系 用一些維他命B 用一些維生物 特別是榮林菌的部分 在透氣性的一個改善 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連累這個地方 你看看 你看看 如果是吃肉 你看他的長頭 這個地方 你看看他的長頭 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效果 就是說稍微會 要溜皮溜皮 那種感覺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是說 稍微溜皮溜皮 那種感覺 如果是 我們的標誌 有疫病 因為 我們是不是蓋塑膜 塑膜 塑膜 總是會燒燒 燒燒到水蒸氣 水蒸氣 都會為我們的 殖屑 我們窩在做那個空的地方 他會把他造出來 他會造那個熱氣出來 造的熱氣出來 他那個長頭 那個地方 有吃到沒吃到都一樣 長頭那個地方 他就很容易産生這個疫病 要溜皮溜皮 撲皮撲皮撲皮 這種情形 所以 一定要做這個疫病的一個風遞 本來我們留下 我們就做疫病的一個風遞 對吧 所以你長頭的地方 反正你做什麼 不用特別去灌頭 你當然你如果是有特別灌維他命 你一定要加這個疫病的一個藥 比如說像佛比拔克 這個可以撐很久這種藥 雖然他很貴 但是有機的時候 我們可以灌一些 這個東西你可以用 當然 有的人會跟打妹分 他的胃性性更好 還是說雅脫敏 其中選一支 其實你要用佛比拔克 應該是不要藍雅脫敏 就是說你要藍雅脫敏 或許還可以 但是一般 如果是罐頭一支就好 你這個 假設是佛比拔克 我們說用假設 其實銅米達勒也可以 我們 罐頭的時候 含這個魚在用的一個土卡面 在用的疫病的油分開 所以我們有罐頭 我們有灌一些肥 一點點 不要太多 因為這陣子 因為火水太多 所以我們油泡比較重 但是也不要泡太重 讓他散開 他吃得到 這大概就好 如果是在沾床面的時候 譬如說我現在在做便宜的方便 我不可能去罐頭 我做便宜的方便的時候 髒頭那些毛頭那些都要沾到 那些少停一下也沒關係 這樣就像在罐頭一樣 把豬 這樣起來 他那些就很乾淨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 到疫病 他就比較不會連累 所以 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和平雲的手 來解釋一下 這個大概我們處理的方式是這樣 這個疫病 這在我們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在山頂 山頂的 這陣子就好 你一定要 要很適合 因為暗時溫度降會下來 尤其如果是在1100到1200左右 這個溫度降會下來 腰科降會下來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晚疫病的問題 所以 我們如果是在山頂在植 就是說 長頭的疫病 跟 因為我們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在山頂在植 所以這個晚疫病 我們很適合 很適合 很用心去控制 他用完疫病 他要來轉這個疫病 長腳的疫病 那個是可以控制住的 所以 長頭那些 你會記住 就是轉這個 這個美角 是要把它轉一下 就好了 這 上來就沒有很大的 這個問題 不過 在這裡要跟田頂民說的 就是 因為剛才都說的是疫病 跟完疫病 這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 在北地 就沒有這種情形 在山頂有這個 就是他長頭那些 長頭那些 那是有稍微看 是這個 打肥打肥 打肥 打肥 這種 這種 我們在說的是這個疫病 所以這個轉移 這沒問題 但是在這裡 真的很重點 要跟好朋友說的 就是說 有可能在山頂有那個涼涼 涼涼的時候 很容易到白煎病 尤其溫差大的時候 這個部分 所以你要看看 就是說 如果是冷下的 看有那個肥的附近 那些有那個白色的菌絲 還是說在山頂 那些那些 有一種絲狀物 那個東西 那是就是這個 這個白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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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肥頭那些暖 但是他在暖的時候 他剛開始是像 在肥頭那些 複色的這個 但是他不會那些皮 他會這樣 暖去 打去 這樣 漲的微調 所以這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有時候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因為你如果是到的 連的時候 都有看到 筋有白絲 那如果是這樣 你一定要加這個 胡多寧 這個 這個油 這個大概在這個 白煎病的這個 用藥裡面 就是說 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我們去處理的一個地方 其實還有一支藥 就是這個 醫普通 醫普通其實也可以拿來用 他也是登記用藥 就是說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不一定是白煎病 因為疫病也會聯合 這是 他如果是疫病 或是嚴重也會聯合 但是白煎病的這個 聯合的機會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這兩項我們要去判斷 有時候有的後面說 我沒辦法 我罐頭 我就是 加這個 白煎的藥 如果在床面的時候 我用疫病去防止 先判斷髒頭 這就是一個好的策略 就是說我們在用藥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說 每行都要夾一夾下去 但是夾一夾下去 就是說 有的說這樣我比較放心 對啦你比較放心 但是你落地就不放心 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到百萬元的時候 去跟人家玩 都要錢的時候 說 靠腰 就很 我們今年做得不錯 這樣沒什麼收集 如果這樣不算落實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 要跟我們 聽見朋友說的 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 合理的用藥的 一種管制 策略 你可以檢討 沒有必要的使用 這個方向你要抓 對就是粗暴的判斷 所以我們罐頭 你就可以說 因為我沒辦法去判斷 是不是白絕病 但是很有可能 你如果有冷氣 把它靠一張去看看 因為那要回回來的機會 維乎其微 但是我們 重要就是說 不要讓它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看看 把它靠起來 靠起來 如果有看到 這個 北溪這家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論如何 一定要管 因為這陣子 我們選頂 就很容易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撲滅靈 浮多靈 這應該是一個 很重要 這個地方 其實我沒有在大陸這邊 有和一位朋友 我們一位朋友 一直在山頂 在種海拔一千公尺 這個地方 在種小番茄 種芋泥 現在已經結果 在變色了 已經跟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都出來 所以 照顧得還不錯 山上溫度 當然它的溫室設備 很好 都沒有染到 但是我們 如果是在這種 測過的時候 這個問題比較大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這個用藥 這個方式 這提供給你 做參考 我們代表 用 當然 你去看 它一種白痣病的用藥 它是這種 浮多靈跟撲滅靈 它敢說描期使用 但是 這沒有問題 你還沒在賣 你不先顧起來 你想說 我這不是材 還沒在賣 都算材 先幫你控制 這個好事 這樣可能 才不會繼續又蔓延下去 這希望 我們所有的一個好朋友 在這方面來說 你也是 用藥的部分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現在 在 番茄推薦用藥 台南區農業改良廠 已經到3月1號 已經到2.3萬了 所以我們隨時 如果有政策 我們自己的一個 就要更新 一些資料 要稍微幫他做一個更新 我們在這裡 還要把改良廠 改良廠 有時候做一個表揚 這樣 為什麼說 現在這邊 還有一個 顏色上 有做一點點的分別 這個比較可惜 他不跟我們說 那個色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一個藝術 我們要看起來 但是這種顏色的管理分別 就是提醒說 我們要去用不同類的一個 不同類的一個藝術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錯的 你可以用一份去做參考 在這個用藝術方面就比較沒問題 但是這個用藝術的一個技巧 這個色譜 可以提供 你做參考 這個藝術的一個藝術 希望你不要到見外 我們就這樣子來操作看看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控制 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我們聽眾朋友問阿寶老師的這個問題 老師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要跟你請教一下 這是我們聽眾朋友這講到 在我們小黃瓜 剛才做到之後 因為現在是說 做差不多一禮拜裡面 我們背後一個輸容 要用什麼比較理想 剛才做一個禮拜 那什麼時候的流鼻 就等於心尾有穿起來的時候 我比較開始流一點點 有的人說流一點鼻 讓它當成了 你如果沒有開筋的時候 你流鼻下去 其實對它反而是另外一種壓力跟傷害 所以這個概念 先讓朋友先了解到阿寸來 我們後面再說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這個鼻 在回歸裡面其實 因為它是比較適合這個高價的 這個做不到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在八片葉子裡面 這兩三四五六七八這隻 這裡面稍微讓它一點點 這個淡肥稍微高一點點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起初 可以讓它在四十五盒 四十三盒這種的一筆 四十三盒就是平均肥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建議 初期你就是用平均肥 有時候用五盒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就用平均肥 用平均肥起來 它就平均平均 但是不要太稍微 在十天七到十天以內 盡量不要入肥 因為那筋先打開讓它淡淡的 不用沒關係 人家說這個肥肥很重肥 是啦不然不對 但是你不穿肥 他就紅的 阿寶也很厲害 但是我孕子的時候我敢吃 我孕子的時候剛出席 我也敢吃冷 我才有可能去腿牛肉麵 還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好料的老在後面比較好 小漲的時候注意就是 先把他的這個改煮的用 誰煮得好色 改給他的這個就對了 不要趕快 不要急 不要急著給他吃好料的 所以通常 我要說平均肥這個部分 你勾勾 可以說大概兩千倍 一會兒走 你如果剛說有打肥抱 甚至十五天沒有大肥 也沒有什麼事 有的人 像我們一個好朋友 總理好朋友已經不在這個人世間 經歸歸算公儀願 還是我們算有這個革命情感 說了歸歸大概他的臉就會 會出現在我們的那個印象裡面 但是他們有一段時間 他很多喝酒喝太多了 所以在這裡勸所有工作壓力很大 我們的好朋友 酒可以喝 但是千萬不要喝太多 說不會 我也沒喝太多 高量喝半罐而已 慘了 反正一天只要超過120cc 大概就已經是過量了 所以這個身體要顧好 他們在用回歸的時候 就說你如果有打肥底 甚至沒有開肥 也沒有在下肥 很神奇 所以你如果說沒辦法像他這樣做 你那是這個 你就是大概就是平均肥 平均肥現在稍微用一個後 薄薄 盡量可以說一分底 大概就大概兩公斤左右 很薄對不對 你打你的厚水的時候 還是說泡水的時候走 薄薄就落一層 這通常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個人是因為說這種的施肥方式 反而是比較穩當一點點 因為火鍋 火鍋也好 沒弄也好 這些鍋子其實都很怕 說初期的時候 你看他沒什麼大 肥他一直會熱 現在熱到他的肥他熱下去 他沒吃 一部分是流掉 一部分是這個最常是 真的是燉在肚子裡 因為你把它熱 他就把他生起來 生起來他就不會吃 不吃他就再燉一些在那裡 燉一些 燉一些 但他到 那個 很不簡單 開筋 開筋的時候要吃 現在吃一個 他的筋起來 吃太多 你再看他不夠 剛才他在開筋 你再熱下去吃 現在吃到的時候 就變成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想過頭航長 那有的種小王冠 種到哪種 不要說漆鬼 比漆鬼還要合 那一個蟲子好像大 非常大 又是日本蟲子 又不是以色列蟲子 所以那種情形就是淡肥過量 淡肥過量 你還要用磷酸一吃 去把他轉 轉給他 可以開筋 再把他拿筋 再把他拿筋起來 他現在比較開筋 開筋 你還要給他吃肥 再把他轉給他吃肥 現在這樣起來之後 他就變成這個蟲子 葉子 因為你轉輪酸 你吃到蟲子 蛋肥過高 你轉輪酸你吃到蟲子 他會開筋 但是產量就會下降 所以回歸的葉面肥 最好就是 最大的要求就是淡價比1比2 這已經是最大的 淡肥 最大的比例 一般來說 最好是淡價比1比3 就是說 它可以更高一點 就是1分淡 還有3分的架 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純淡和氧化質的比例 就是都在肥料 你看到肥料底的時候 那個比例 比如說12、5、24 這樣就是12、5、24 這樣淡價比就是1比2 12比24 1比2 現在6 XX36 這樣就是1比6 這種 我們可以當兩行監替 在用的時候 通常在回歸裡面 你的得到還不錯的一個號碼 他說這樣都沒落淡肥 沒落淡肥 沒落淡肥 沒關係 拿去拿一些43、5盒 帶給他 薄薄就好了 這樣起來 這個效果就很好 因為回歸它的筋 它其實非常不耐益 所以我們有時候 當時 三個月後 嚇到它都沒大 所以 那棋子在沒大的時候 我們看棋子很小的時候 那棋子它小小 一棋子跟你說小小 兩棋子跟你說小小 三棋子跟你說小小 叫你阿安安安不佩 只要帶來生他下去 慘了 這便做到一個問題就來了 再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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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要等於筋 完全老化 它都不敢開 但是它在那邊 很快很老化的時候 它就適應高醫師的環境 所以就鹹粉糖 肥了很多 適應高醫師環境 會留得這麼大 但是這種回歸三龍都很少 所以你如果是 可以讓它肥這樣薄薄 要洗澡的時候 就有在大 但是這個肥不太大 肥也不太洗 因為你 肥就像這個看起來是沒有肥 我們聽眾朋友一定要 記得這點 就是說我們很多工作在做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藥點 肥就像這個看起來就是沒有肥 所以你不能請說沒有肥 有時候沒有肥就是因為 你肥就像這個吃不到 下到吃不到的這個情形 所以這個應用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量 當然你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種平均肥 你用高鈣膜的效果會更好 在吃的時候 給它兩次到三次的高鈣膜 那效果就更好 你不妨給大家看看 我們一直這樣操作 因為那個比例很剛好 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 來 時間的關係 今天兩點鐘的節目 就先測試正到這裡 想去旁邊聽眾 想疑問 不清楚 不了解問題 我們又明天在空中在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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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